好 大家早安 这一节全球现场我们先持续带你来聚焦的还是大陆的两会的相关的议程 包括了人大政协呢 举行完开幕式之后 现在开始就举行了为期八天半的议程 那么今天开始就会进行了分组讨论 两会的委员还有代表讨论的重点就是前两天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 而其中呢 也包括了计划的报告还有预算报告 计划报告将会总结年度的计划执行的状况 也反映出去年经济的发展的成绩 那么预算的报告的部分呢 当然是要告诉民众过去一年 政府编列的预算到底是用在哪里 那讨论的重点将会是大陆昨天设定的今年的大陆的GDP 目标是定在5% 那么大陆目前的消费状况呢 现在官方的说法是已经处在了新的阶段 老百姓的消费观已经满足了有没有的阶段 现在是迈向着好不好的阶段来发展 而值得要聚焦的就是昨天在人大的会议开幕上头呢 这个大陆的现任总理李克强 他提出的工作报告当中指出 2023年国防支出大约是1兆5537亿的人民币 大约只和台币换算一下是有将近7兆元的台币 那跟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来比一比呢 台湾今年度也就是2023年度的国防预算是5863亿台币 是高出了11.7倍 当然李克强指出说今年的整个中国大陆 他们的军事的发展呢 的发展重点是围绕着实现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 要边战斗边备战也要边建设 全面加强的是练兵的备战 当然也是创新军事战略指导要实战化军事的训练 统筹好各个方向各领域的军事斗争 但是呢除此之外在亚洲2023年的军费的增幅各个国家 目前也都有来带您一起来做个详细的比较跟了解 那现在呢曝光的是包括了南韩的军费 大约是425亿美元市值和台币是1.2兆元的台币 那么其中是包括了不包括这个建设航母的费用 所以可能实质上的军费还是比这个账面上的数字来看是更多的 另外来看到的日本今年的军费呢 由于他们通过了日本三份的安保的新文件之后 那这个军费也是有大幅增长 那现在是有1.5兆元的台币 增幅是高达了26.3% 印度的部分的整个军费是有2.2兆元台币 增幅达到13% 整个换算下来是全球第三名 可是呢现在美国华府的智库有研究员现在就分析说 大陆现在这些国防支出上面的账面上的这些预算报告呢 外界普遍认为说其实他们还有所谓的隐形军费 那这其中包括了就像是公共治安的开支 也就是说武警部队他们这些相关的费用 是没有在这个账面上的开支的明细表上面列出来的 所以实际上他们认为是很难以估算真实的数字 不过呢针对西方国家这样的质疑 现在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就有一些批评了 他们认为说其实比较起来呢 今年大陆的军费增幅是比去年还要上调0.1个百分点 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的 他们认为说这样的增幅是适度而且合理的 而另外一个大陆的这个人大昨天开会的重点呢 李克强他公布的工作报告当中 目标拧定在今年度的GDP是5% 其实相较于外界原本的预估呢 这个目标是显得比较保守一点 而对此大陆媒体澎湃新闻呢 他就引述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党委书记朱启贵 他的分析他认为说这样子的目标 其实是为了经济增长的可能保留一个比较灵活的空间 是科学而且合理的 那官媒环球时报也认为说 其实最主要的目标是务实 但是呢说到这个GDP 发展还是要高质量才可以 那其实呢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三宝的文件之后呢 他们就一直以来是加强这个国防的军备 那前阵子呢日本通过今年的预算 其中的这个国防支出是大约台币1.5兆元 这是创下了史上的最高 那日媒共同社也报导 这等于是去年的1.26倍 好其实在国防预算当中呢 包括了像美国要购买的是战斧巡翼飞弹 还有援助乌克兰等等的费用 其中购买战斧飞弹的预算就高达了2113亿日元 就有议员指出现在呢 其实日本他们面临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少子化 对于儿童保育的预算已经增加了 但是呢却被忽视了将近10年以上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国防的预算的却是不断的提高 日本政府当然现在国内有非常多的批评声浪 好大陆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呢 在昨天提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对于今年他们的目标的GDP成长是5%左右 CNN现在就有个最新的分析了 就认为说大陆没有将他们的成长率设定在大约6% 其实有国内还有国际上的各个因素的考量 因为有预算是他们可能说他们的预算是6% 但约5%的预算是可能是一个影响的领态 针对大陆的GDP的目标他们定位呢 其实不如一些这个其他的机构的预期哦 现在大陆媒体人胡锡进他就表示 他自己是相信说这个数字上来看还是留有余地的 大陆今年的实质上的增长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那CNN现在也点出了许多的原因哦 认为说大陆之所以有所保留 当然是除了国内有一些疫情之后的不确定因素之外 包括了整个国际情势像是现在还在开打的俄乌战争 还有美中之间的科技战也有可能会影响GDP的发展 不过一个重要的指标持续来看到的就是每一年的大陆两会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他会参与哪个地区代表团的审议呢 也是备受关注 因为这其实也预告着未来一整年大陆的发展重点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习近平他就参加了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团的审议 习近平做了发言 习近平指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习近平他曾经在2014年2017年还有2020年这三年 他都有到江苏来考察 他考察的除了实体制造业之外呢 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强调要重视生态的保育 一般而言普遍都认为说习近平当年在哪个地区参与人大 那也意味着该年的整个政策的焦点 所以外界就分析了习近平今年是参与了江苏省的代表团的审议 也是他会强调制造实体业的发展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来大家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